自下口至鹦鹉舟望月阳 寄园中城 听舟无浪复无烟 楚客相思亦渺然 汉口夕阳斜度鸟 洞庭秋水远连天 孤城被领寒吹角 独树林江叶泊传 假意上疏忧汉事 长沙哲去古金莲 鹦鹉舟在长江中浮沉无浪也无烟 我这楚客思念中成心绪更加渺远 汉口协应驻夕阳飞鸟都纷纷归巢 洞庭湖的秋水烟波号渺远接蓝天 汉阳城后的山岭传来悲凉的号角 濒临江边的独树旁叶里驳驻孤传 当年假意上书文帝全是忧心汉事 他却被贬折居长沙古金水不衰连 平夕这首诗仍然是刘长青遭贬后处景伤情之作 诗意与前一首诗相同 借连甲易贬折长沙已遇自己的遭贬折 全诗以邪警为主 但处处窃提 以听舟窃应五舟 以汉口窃下口 以孤城窃月阳 最后触景生情 抒发被扁南八的感慨 揭示出向园中成济诗的意图 作者刘长青 西元709年至780年 自文坊 河间金河北省人 开园莫尽事 至德中 观厄月观察史 无重如奏扁 后中随周刺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